每天为期频道微信号为期天元 好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我们稍至休息之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盘主将战 是由浙江题材的谭笑对阵的日照 日照山海大象队 是一个全新的冠名的江维杰九段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他们的现场画面 这个是今天比赛的 现场我们看到有这些做电脑前的 那都一律的是跟外援的对决 这是同梦城八段 对对对 而且还有日本外援 对今天是只野虎丸也上场了 对我们是日韩都有 而且虎丸的话现在也是 我觉得实力越来越强 对 具备战胜任何一个事业冠军的能力 这个是 这是日照队的小范 对 范婷玉 我的事业冠军 对张韬 他也是一位实力派的猛将 猛男 对 常年混迹于回甲的这个一线 而且常年那个胜率是非常的稳定 对 是我们事业冠军谭笑 谭笑 这边是姜维杰 姜维杰 老杨马眼睛摘了 对好像他做了近视的手术 也是好久没有见到他们本人了 对 谭笑依然没什么变化 这个是蒋奇润队伊鸣涛 这是浙江题材队 第二张队对这个 算是日照 也是山东 山东日照的一个对决 大家也是最后一轮为了名次做最后的努力 不管是进入前八的队伍还是说争取进入前八还是后八的队伍 因为后八队伍也是有一个名次的问题 对 名次靠前的话呢 你保级的话也可以少下两轮 对 站的位置好一点 就是站的位置可以先有一次机会 上岸的机会 那前八的也是一样的 名次靠前的呢 你可以那个就是站在上面等着别人决出来 然后再跟他下 所以说名次还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两位事业冠军 明玉婷跟汤卫星 对小米看着越发精神了 我们我们唐胖同学的头 头发越来越少了 他自己也是说现在的棋越来越难下了 他怎么全凸掉了 以前还有一点 越来越精神 现在整个就是快成全光了 我觉得他这个头 这个是陈姚夜队杨炳心 陈姚夜今年是在西藏队 对姚夜也是很久没见到他了 上次见他 唯一的印象就是他的身材 对 现在也进入到一个大模样的状态 身材 不像他的棋风了 是取实地 现在全是宇宙流 好欢迎大家回来看了现场的画面之后 其实我们已经相对来说 对于维甲赛场肯定很熟悉了 今天我们讲的两位棋手 作为国内世界冠军的一些 大家也都相对了解 你说我们是不是直接先从棋局 对我们要直接进入棋局 因为刚才现场画面也看了 排名的话 两个队伍也是为了季后赛的更好的名次 最后的努力 浙江的话应该是前八 好像希望不大了 而山东的话 日照的话 依然是在前八的行列里面 是 他是 因为下了一个对角 对角就 比较纠结了 因为对角的话 说实话 这个下法 就双方会进入到一个未知领域 因为对角有一个特点 就是因为如果对手不想让你下身对角 你是没有办法了 对 他就第二手就站在你的对角就可以了 所以说对角的布局和整体的这个出现的频率 一定是相对偏低的 因为你对角下了再优秀 发声不了 对 对 这时候有一招完美克制你 就第二手下你的对角 你就永远下不身对角 所以说 今天的话应该可以说是 从局势上来说 从后续变化上来说 很多棋 其实双方都会那个 就是进入到一个 相对来说 不是很熟悉的一个状态下 不像上一盘 我们会看到一些局部 双方可能会有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这个你没有办法研究 当然了 总体来说 先下对角的谈效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毕竟是他先下的 就是会 可能会更加的在地上面占据一点 小的主动权 当然了 跟输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 我们看看他们最新的这种 下法吧 其实最新的这种点角理解 我这里不是很懂 小云 什么意思 就是在对方已经有一个明显的猜边模样情况下 依然是一个点角 就是 那您觉得应该挂角了 挂哪边 或者是一个脱角 脱这边 或者是一个外挂 外挂是最简单的 不是 我说外挂 外挂这边 对 也不太用动脑子 对吧 外挂肯定不会太差的 对吧 不会怎么样 不会做什么大事的 对 也不会中什么刀 对 就是还要一定点 其实这个棋 我不是特别推荐 其我们在这边有一个猜边的情况下去 还要去点这个角 因为这样的话 首先局面会下得比较僵硬 就是说白了整个格局就很清晰了 黑一棋今天就是先捞呼起了 或四脚穿性了 对于棋友们来说 一个不是很灵活的一个布局的场景 我觉得对很多棋友是不太友好的 说实话 因为大家毕竟没有那么专精 对 就还是下一些 我觉得挂脚会比较容易掌握一些 对 感觉这个点三三了以后吧 就像朋友您说的 整个格局就定局了 就是说黑的一定今天就是先 就是以实控为 基础嘛 然后先捞后洗嘛 就是对 其实谈效的棋还是挺均衡的 不是说特别侧重于 对啊 所以说其实 我不是特别推荐点角的原因 因为点完角之后 因为没有路可以下了 一定是黑的只能走地了 而且未来一定是对这个大模样 要进行一个 猛烈的打入 或者是倾销 就格局都定死了 那白契化你要点三 我也没办法 现在我这边有个猜边 我不可能去取脚的 就一定是这么顺势的 对 看上去白的比较自然 就白的我觉得会更容易 骑友们掌握一些 而且据我的很多的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就骑友们下棋 其实特别是一些水平 我觉得不是特别特别高的 骑友们 比如说业余五段以下的一些骑友们 我真心给大家建议就是先攻为上 就是能够让自己有主动权 就是对 就是你先攻对方 因为攻击到得手 你就直接赢了 可能对方死期了 攻击不得手呢 你也就是吃了点亏 吃了点木树的亏而已 但是呢 从概率上来说呢 你攻击是得力的 因为骑友们防守的技术 没有那么精湛 因为局部技术 没有那么精湛的情况下 防守一方压力是巨大的 所以说像为什么我刚才说 点三这种下法不太适合骑友们 下就是因为接盘棋 这样子取了三角之后 再挂完大概率就 马上就要姓黑的 只要白的不守这个角 黑的一定会去掏这个角的 也就马上就四脚穿心了 四脚穿心呢 之后一定是配一个防守的态势的 对于世界冠军 这个下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对于骑友们来说 其实没有那么友好 这个 同样是建议大家就是要慎重 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选白的 就是走大模样攻击的那方 一个心情会很痛快 骑友们下棋 首先那个攻到对方 一定心情很愉快 二的话呢 你攻击的过程中 就是至少不会死骑嘛 最多是你杀不掉 不会崩掉 对最多是你杀不掉对方 对吧 就这个下法其实相对来说是比一个 我觉得比较格式化 或者比较专业化的一个下法 对 彭老师完全是从给大家的 就是真诚建议的角度出发 对 但从纯欣赏的角度呢 谈一下这个下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但是呢 不 这个我觉得就是 祥云 就他这个 我闭着眼睛也知道他要干嘛了 你闭着眼睛也知道他要干嘛 不 如果我吓到这个时候呢 我吓到白起 我就会很清晰了 就是 他一起手怪 只要我不去守这个脚 我守脚 他也会往里拖的 拖 是 只要我 除非我这时候肩顶 只要我不守这个脚 这个脚一定姓黑了 这个脚 左上角再姓黑了之后呢 请不客气 就不用聊了 咱们就要 已经四脚 已经四脚 手握四脚了 那手握四脚之后 白的黑的不就是 捞完 捞完之后就开始到处去清晰 所以说这个格局 就是双方已经吓死了 我觉得从那个 第九点三三 就开始就吓死了 但白的也没办法 因为白的旗 都是往外扩张的 对 就是你要这么硬套 我 所以江文杰来说 我也无所谓了 就来吧 而且老江本来也是以 力量 著称 力大无穷著称的 嗜血狂人 对 所以说你居然在我的头上 敢先捞后洗 我觉得你 你是不是也有点过了 对吧 没把我放在眼里 有道理 有道理 其实对付江文杰来说 我觉得先捞后洗 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策略 因为老江的力量 老江本来就是 从小到大 我们认识他也 几十年了 几十年没有吧 开个玩笑 十几年总有了 就是从他 那个拿到失业冠军 或者失业冠军之前 到后面的一些 这么多年 他一直是这样一个风格 一直整体风格 没有怎么改变 是以战斗为 这个基础 是 所以其实如果对于 就我们转过来说的话 是不是对于一个特别 比如说是陈阳烟 可能这种招 就比较 好使 但是 就说的粗俗一点 你个人腰跃下 腰跃不会下这步棋吧 啊 他就不会让这些发生 他就不会让这个事情 应该他不会朝天上去扩张模样 所以说你也很难抓到 让他走模样的一个机会 了解了 所以说 这种事情就是都相对的嘛 虽然这个策略可能对腰跃 是比较有效的四脚传型 但是呢 你想 说实话 你想让腰跃的实控落后 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他不会轻易的让 把实控让给你的 明白 因为这样的高手 其实大家都心智肚明了 就是互相之间的优缺点了 或者是一些起风起路了 因为前天 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个比赛一抽签 不是抽到他就抽到他 对吧 经常就是互相都会有交手 所以说 互相之间了解完以后 他不可能让你 就下得那么痛快了 对吧 像这个其实因为 姜维姐姐老姜 本来就擅长攻击 所以说大模样 他是不处的像这个大模样 所以你先到后起 他也不怕你 对吧 如果是刚才 想说的 如果是腰跃下 我相信他根本就不会让你 头四的脚 他一定看得牢牢 对 他觉得这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懂了懂了 有意思 对吧 如果这里给大家拆分一下的话 如果是腰跃的话 我这里给大家 把它涂了 如果他应该是 这首棋 这首棋会拆二 然后你在点三 我大概率腰跃会下这个定时 他就联班了 所以说你想占据腰跃的角控 应该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明白了 然后格局就会变成一个 双方慢慢下的一盘功夫器 对 你拆二 我拆三 对 所以说你这事情是完不成的 所以说 不是不存在这个事 除非他今天糊涂了 但是他很难糊涂 都下了那么多年齐了 对吧 特别是对于自己的优缺点 还不明白 他怎么会轻易让你掏空呢 今天话我觉得 说实话 谭笑的这个下法 有点为他担忧 就是会觉得 不像他往日均衡的棋风 他本来是一个比较 大局观比较好 对 布局感觉就是比较优秀 对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 纯防守反击的一个棋手 或者说先到后起的一个棋手 他不是很极端 一个比较均衡的棋手 现在的话 整成这个样子了 而且他 我觉得他今天有点主动挑事 他把这个作战搬出来了 不 今天他是咋想的 难道觉得老江会变吗 老江实力不行了 老江力量不行了 我觉得这个搬断 其实也让人难以置信 就是你觉得他的实际不太好 不是就 搬断完正常白了 接一个或者飞一个 你要干嘛 就是 薄菲他要断他 再吃一片 吃两个 他实战是这样子的 但是 吃完之后 好不好 吃完人家就腹一个 对 就是彭老师会觉得黑棋目的不明 不是 这个下法真的靠谱吗 就因为你对手 对面是个大力士 你把棋都往外面下 让他拿那么多外事和 就是这个模样 你一会儿撑得住吗 就是我很担心他 一会儿能不能活在中央 说什么 你是捞得很痛快 对吧 空确实 这会儿捞的是心情很愉快的 但是一会儿你就要 手指了 对 咋整呢 毕竟你的对手是一个攻击手 他不是一个防守的棋手 是 他是小尖的 白棋是这里 对 这两步我不确定 我就说正常是这两步 反正都可以 但是说实话也可以财尔 这就看性格了 是 我觉得他注重攻击一定会在高位 这部棋就会 请我们会看 如果用财尔跟尖比的话 这部棋就可以看出来 这位失业冠军是一个什么棋风的棋手 如果是一个均衡型的 或者说是一个防守型的 我觉得大概就会拆尔 因为其实拆尔也没啥不满的 也很大 对 其实白的也黑的也不知道要干嘛 尖的话呢 就很清晰的 就是已经对你这两个字有想法了 对对对 这就是很直白了 对 就是他还要捞 他把这个断了 就刚才朋友就觉得好像 也停不下来了 他不捞 就在这个杠上 他实控这个地方 他不捞他也不知道下哪了 自己跑也无趣 先捞再说吧 这样 然后他是飞 对就这样了 那一定是这样吧 然后吃完飞嘛 黑的要直辜了 碰 反正这个下法 我个人觉得我更看好白起 我感觉黑的应该这个不是AI推荐的招法吧 应该有点 是怎么说呢 至少从针对人的这个角度 今天谭校谭宝是做的不是特别让人满意的 因为应该某种程度上进入到了老江的一个江维杰的一个擅长的一个领域 攻击的一个状态下 大家不要看着这种稳退啊 这种比较呆萌的下法 你觉得蒙蔽了双眼 一般出手越稳 其后 他的起诉越慢的起诉 那个出拳越重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只要他把旗下在外面 然后你又觉得他的起诉不快 甚至开始都感觉你整脑他都硬 特老实 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个杀手 等着你呢 在后面 他就是一个积蓄力量 他把所有的旗的弱点的毛病都补上之后 那他为的是什么呢 为了就是一拳把你干掉 没错 你真正看见一个起诉很快 到处都去抢占大厂的起诉 到处去捞空抢占大厂 天马行空的起诉 其实他不是一个攻击手 因为他起比较散乱嘛 他子都比较分散 他哪有力量攻击你嘛 他其实是一个防守型的起诉 你不要看到他速度快 他速度快 他一定攻击力就不强嘛 像这种起诉很危险 他其实是能扳的 对 但是他就像您说的 起诉慢是吧 他扳他就是担心你退 然后一他就有断的隐化 二的话他觉得是帮你下棋了 他以后 以后就是对你这块有想法 就他宁可看起来 退一步稳一步 你还真以为他稳了 你就坏了 一会儿我告诉你 你就苦头就有的事了 对 他其实是一种极致的攻击的一种风格 因为他攻击的话 他需要先把拳头缩回来 他打出去 打出去才有力量 所以这时候 其实你别美 别觉得说 我好像占了一下便宜 你别真以为他是个 他好欺负 或者是一个防守型起手 然后你到处去 到处去便宜他 那你就完了 一会儿就完了 只要抓住一个漏 他一拳你就 就飞天了 对对对 人就没了 是的 就是这个棋 就是 说实话 下到这里 我觉得白黑的已经挺难处理了 因为他现在这三个子 他必须得去 制估 不可能让他惊吞的 但你在中央行进的过程中 你怎么样 倾销到上边的那个模样呢 其实 而且还有一点 你从这里走完之后 一定会影响到这两个子 对 一定会影响到左下这两个黑子 是 就像您说的 这个节奏步调有点乱 奇怪 而且呢 你那两个子 一会儿他逼过来之后就报警了 大 是 是非常大 其实要不 其实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想他要不就放弃治疗算了 我觉得 但是那只是吃了这个木树 止损吗 要不就走这算了 走这呢 你这样肯定跳 对吧 我觉得黑的不能见人吧 这样 这样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从普通爱好者的角度来说 的话完全可以 要不我们这样子 给自己一个理由 这边来一下 就是 太巧妙了 就放弃治疗得了 明白明白 就是反正都死了 这样面子 面上 这样面子不就有了吗 就是也就这样了 反正两个兄弟说成抱歉 然后就完事了 然后这样的话 靠一下也限制下你的发展 然后赶紧比如说打个比方 这边不知道怎么走一个 把你这个变一破 对吧 我觉得思路是完全可以的 就完事了 而且不猜这个 这两个子被逼过来 真的压力很大 而且这样的话 重拳就逼过去了 因为我都死了 你就挥不动拳了 对吧 我放弃治疗了 我一直逃 不是你一直要追杀我 对吧 你一直不放过我 对 我把其走死 你走死了 就安全了 死了就安全了 对不对 死了就解脱了 是的 对吧 如果你觉得死太大 要不你这撞一下就完了 找点面子 不是给自己个决心 下个决心 下个决心 就是撞这个不是说 就是说我们 这里是开个玩笑 不是说撞这个一定转 就是说坚定自己 对不要这两个 走死了 幸运就完事了 要不然 我觉得实际上他这样撞完之后 他肯定撞完之后 他只能从这扛 那扛完之后 下到这真心 我好为他 好为这个黑鞋担心 这皮太舒服了 是的 难受 就是 哎呀 其实彭老师 您刚才说的 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智慧 就是说我 先暂时放弃 有可能比拽出来 这个一直放不下 关键是你要看人 就是你 你的对手是一个攻击手的话 你持续的逃跑 会 因为他会 除非你摆两个眼 那你没有时间摆两个眼 这盘棋一定永远是个淫化 你死了就没淫化了 哎 这交集我们一个 对吧 就是 其实有时候我们 就要退一步海阔天空 就是你 对吧 你实在不行就放弃算了 格局大一点 因为这盘棋其实实控 实控黑棋肯定是领先的 对 死一点 其实我觉得是 至少是局面没有崩溃 嗯 现在的话 我觉得压力很大了 黑棋 对 白的就一直守嘛 这个时候 顶下是先手 先为便宜就不用说了 这时候黑的就 我觉得就很难下了 这个很着急 那个二路飞进去 黑棋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就是 坏的二路飞 因为这三个子不死 也是 一个半残废的状态 这个太惨了 但是如果你要补这个脚的话 中央一定会被他 我不知道哪个位置 过来之后 你从这边一跑 他一追杀你 或者在这 你从这边跑 他这 这个口一封 他就跟着你 你这个模样咋整 他自然而然成空了 你没空打呀 你这条龙线没有活 是 而且你也不可能 从这条路走完 这条路根本就不是路 好了 这条这条路 这条路实在是 没有心情走 也就是说 这时候其实已经被 黑白棋AB建合了 嗯 所以他现在 其实确实是难了 感觉上这个棋 而且大家再看看 我刚才的形容 大家有没有感受 他就是一直在补齐 低速进行是吧 但是重拳在后边 对重拳出界啊 就这个 一直是 速度比较慢 但我觉得黑的 还是得坚定 因为那个飞实在吃不下 先坚定了再说 是啊 而且木树也是 对对对 到了这边再说 嗯 然后他是这个 嗯 这条看起来就很好 就看制孤了 如果你制孤强也能下 就起我们这期了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都是纯理论 如果你制孤强 对吧 对 这也不是事 对 都不是事 一郡遮白丑 反正你有实力啊 对吧 这那些看起来的 那个都不是个事 嗯 然后他是靠 其实这部拐就很 很有性格啊 他就是破你眼 对啊 邦老师 如果我能让你顶我一下 我不是已经笑的 不知道到哪去了吗 不管会被贴一下 有白黑的会有眼 其实这就是一个 纯破眼的下法 对 不白黑的不可能顶了 基本上其实我觉得 可以输 但是觉得这部棋绝对不可能走的啊 你知道吗 就这部棋 那是那是 世界冠军不可能走这部棋了 是的 所以他宁可这块棋死了 他也不会走这部棋了 是的 这部棋受不了啊 顶顶撞来受不了 他他一定是腾罗的 靠 这个时候 其实这部棋也有压力的 就是 慢吗 对 就速度有点慢 只需要有点低 嗯 就是 不知道能不能从那边迂回一下 就是比如说 因为首先 黑的鸭对白的威胁不大 那也要硬吧 邦老师 你不能说我压力 不一定会硬吧 我比如说我斑斑斑两下 退一个吧 那我是不是就演出来了 我也就 算了 嗯 白的肯定是不会有生死问题的 是的 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这时候 就他有没有可能 就白起的角度 我觉得还是给这边施施压 先给他这个角施施压 哦 能让他挡住就便宜 挡吗 我就不用了了 我肯定大便宜嘛 对 有道理 就是 您的意思是 如果黑棋从这连上了 你这个这辈子也走不到了 对啊 我先试一下 是你还没连上 因为我现在没有管 我也没有投入嘛 嗯 你从 不 你现在你连 我是给你连的 对 因为反正我这步没投入 我 我 我对你说白了 这块棋攻击的欲望 没有那么强烈的话 其实我 不着急 我不着急 但是我 比如说我立完之后 你不走 我下不就跳吗 你这块棋不治标 不治本 那肩顶没用的 对 对吧 你这块棋还是飘起来了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会平和一点 就是因为你从这跳 我可以顺势截断你嘛 那这个跳可能还不如 对啊 你如果走这边 我就硬嘛 因为这块棋 我很虚 我这个空很虚 如果你往这边撞 我其实是满意的 我就顺势 就时空化了嘛 是 如果你挡就不用聊了 你挡我肯定赚的 这两部 是 我肯定是便宜的 对吧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么来 呃 就是来思考一下啊 呃 我们这个 现在好像这个棋谱 需要再看一下 这个 就他 这个 拐头啊 球门 我觉得拐头其实 风险也蛮大的 球门 我觉得拐头风险其实挺大的 嗯 因为拐头本身借不起 速度 球门看速度太慢了 速度慢 而且呢 没有什么实际的 球没有什么特别实际的收益 这是一个最最呃 关键的点 而且呢 你这样拐完之后呢 刚才我也给球门介绍了 就是 因为黑棋不可能再从这条路 呃 刚才祥宜说的这种顶处 那是这个 他一定会从这条路去走 对 那从这条路去走的话呢 其实你这里没有力道 呃 会明显是 会吃亏的 嗯 他会明显是 呃 受损嘛 这件事 嗯 所以我觉得 因为其实 因为这部棋黑的 只是一个存防守 对白的压力不大 比如说你 我立的时候 如果你贴 其实我甚至完全可以继续进攻 你那个脚子啊对你搬我就搬着嘛 其实反正不行 对反正我是死不了的 去给球门看一下对吧 啊 是 就是我自己是完全是安全的 就就我的这块其实安全 你搬我就搬嘛 你搬我就退嘛 就也是富富裕裕的 所以这部棋 我觉得可能有点隐患啊 球门就是呃 因为万一攻不到就危险了 这个棋啊 球门 这部棋其实风险挺大的 球门 嗯 我还觉得挺赞同 朋友说 就是在这个时候 先立他一下 看看你到底要什么 再说 主要是立首先有目 而且二的话呢 那个脚是持续给他施压 那个脚其实被跳进去了之后 那个肩顶 其实我觉得没啥大用啊 肩顶顶其实被跳进去 和直接飞进去 差别很 差别对 很小的 是的 这样的话 呃 黑气一定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这时候白的就比较纠结了 因为你如果是断他归路的话 那他这边过来 对 有可能影响这里 但如果你堵这个口的话 那他这边 呃 进行一些处理的时候 那 那个 那边那个 下面那个地方就永远走不到了 对 比如说他通过断 下一些气子 对 整形的话 走后了 是的 这样实战 他是这个在这 他可以立一下 这样的话 他这个打退都是先手的情况下 球模看到 那黑气的就比较厚实了 然后呢 是点一个脱鲜了 嗯 在这里 不 他总来总要来的 因为这条 这个大膜总是围不住的 这样 这样的话 虽然球模看到白的还是主动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局面不是特别要掌握 嗯 也就是现在黑气的重点 他已经不需要在这走了吗 嗯 不着急了 不着急了吧 应该是 他得先 不是 他不能来走 来走这边被包了 被包饺子 他得先怎么出个头 对 他是这个 大飞 不 他虽然那边没处理好 但是他实在没空再走了 他 他得先处理这边 顾不上 嗯 然后跳 不过看上去好像还是黑的忙乱一点 不 但是就担心啊 就 黑的一定是首饰嘛 但是呢 就怕你白的久攻不下 没有收益 嗯 这种棋 其实很考验攻击方的球 白的 黑的其实就闭眼往里钻就行了 有本身扭吃嘛 嗯 白棋其实攻击的节奏是非常非常 怕落空啊 就是 其实 要下好白棋是非常难的 就是 不是说白的烈射球 就这个棋的技术难度是很大的 因为白的 要处理的事太多了 首先这地方 去我们看这里有一些薄弱的 薄味 嗯 这地方要被贴回来 嗯 贴你就很很烦了 嗯 这个大概要硬吧 这个应该 硬的话 那这棋 我就闭眼往里钻 黑棋其实很好下 这棋 啊 反正就一根筋嘛 闭眼往里破空 是的 白棋是公私手 其实压力很大 这个棋 那就考验这个 姜维杰的力量 嗯 其实我个人建议 不下这步比较好 不下这步的话 白棋的余地比较大 余地比较大 是的 明白了 他下这步 他也停不下来 因为他如果轻易被把呃 把对方放活的话 那这步棋就没价值了 对 当官 他就一定要强攻 那强攻的话呃就有压力嘛 嗯 我觉得 白黑的甚至闭眼往里拐都有可能 是啊 因为拐你是挡不住了 振不住这个地方的 他实战也是 他先立眼捞了再说 太大了 因为这个棋 我们也知道 为什么其实 这里也给其后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很多高手 喜欢下这种 先捞后洗的这种战术 这个战术其实非常简单明明了 或者简单明快 就是说呢 他操作的难度系数比较低 对 因为黑棋的话 只要四脚一捞之后呢 就很清晰了 就是到处拱到处活 到处钻 反正对吧 觉得不会死就捞一把 觉得会死就到处逃 对吧 是 就是很清晰的一个数 他从大的数字上 已经不太会犯 就是方向性的错误了 嗯 而反之呢 攻击的一方压力很大 因为你是急攻 是缓攻 还是吃 甚至是缠绕攻击 对 你的选项特别多 而且呢 你肯定是一棍闷不死了 毕竟你的对面坐是失业冠军 你不可能说一棍就把他吞了 那他死的也太菜了 正常说你直线 肯定是杀不死的 那这杀不死 你一定要迂回 那迂回的话 是缠绕呢 还是强攻呢 还是攻击获利呢 其实你的选择太多 这个压力是在攻击的一方的 嗯 黑棋反正闭 闭着眼睛走 等你 你看你是攻势吃火 在想招嘛 因为黑棋比较担心一些 所以这种棋呢 会更多的 我跟大家介绍这个棋 为什么会更多的棋 甚至会在冠军们的棋步中 看到很多棋手们 就是闭眼捞的这种下法 因为闭眼捞的话 真的比较简单 对 把压力转嫁给 反正你真正下得好 我就算了 就认了 对对对 你要是只要出现失误 呃 那个没有攻到位 一步没到位 只要被我一活 立马 我这棋就跑下了 白的就崩了 对 就哼着小调就行了 对对对 现在就是白棋这个进攻 确实压力比较大 因为自己的木已经都没了 这样拐压去 白的已经了不了空了 这部拐非常凶狠 这个拐 白的全盘没有空了 是 所以他是必须得 我看这是实木 嗯 全盘好像白的连20木 都输不出来 实木 哎呀 比铁空的话 好尴尬呀 这个 黑的再怎么样 也得有将近40木 所以 虽然说这两块棋挂在这 呃 生死不明 但是 呃 纯实控的话 白棋肯定压力剧的 对 他是斑 嗯 就看老江怎么处理了 靠 但这也是 我觉得江维吉的风格 对 就是 我觉得这两部棋 特别展体现他的风格 就是给大家看这两部棋 特别是第二手 这个拐 他就是这种先酝酿 是吧 纯杀手 蓄力 一个纯的攻击手 非常纯正的一个 杀 攻击手的一种下法 嗯 就是 但凡你力量没有那么大的话 人你都不可能 不一定会去拐 因为拐确实风也很大 明白 他属于古典派的 古典力量派的 对 完全是展示自己的风格 但是 这个棋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贴了一个 然后他先刺 对 扎一下 我怎么感觉要 已经要杀的感觉了 难怪 杀哪块 估计是要杀这块 这边应该吃完不会死 他是吃 对 单搬 单搬也行 反正这边出来应该不会死 单搬 他搬这里 就是不知道那边怎么样 这边应该最终能活 因为你本身去我们看 离那个家就比较近 嗯 他走完了一茬 这块应该没有死活问题 呦 他这个 尖在这 他最后应该是要 痛下杀手的是那块 以我对老江的了解啊 看起来就是他冲 老江不是一个 下棋不是一个稳健派啊 那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黑的已经出不来头了 现在白的意思就是吃呗 这样 跳 冲断了 不一定是这样吗 我只能说 就是 虽然说我技术现在 退化比较厉害了 但是 思路还是能看得懂他们一点的 就是 因为老江肯定是吃这块啊 啊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味道呢 他这有个半 那我 一打断他 他不是很怕 他就粘住 他就可以搬过来 那我跟你这里杀 跟你这杀 你中间也没火 哦 你在杀我那里 反杀你那 反正就杀嘛 有道理 反正你敢来就来嘛 就是 对对对 至于谁杀 反正我是不知道 是 就这期 先给你 大家都 伸吞进去再说 将持住 他很像是火 去了 打了一下之后 这里 白的会拍一下吗 这里 拍了 这个已经打过了 早就打过了 就下去了 没得保 是这样的 黑的先顶这个 那白的得不断 他补了一个 刚才有你那个弯嘛 他补这个 然后黑的做滑 其实从电波贴来说 应该是判定不是禁死 一次如果要禁死就粘死了 那一定粘死了 对 那就说双方都判定 就快起没死 那要是能活 不是好像 但也不一定是禁活 没准是个打结活 打结活 看起来像是斑虎 是个打结活 是 等于现在这里 上边没演 就在下边要做演 打结活的话 首先打结活 肯定当禁活了 就嘛 也就是说 白鸡走两个空 够不够的问题了 那我能把这边吃掉 是不是也行 或者吃这个 那不会 那块肯定不能给你了 这个呢 那个不知道 我不清楚 就说打结活 首先这条龙肯定活了 对 那本身结才有点多 因为有些本身结嘛 对 就说活完之后 谁好不知道 对 白的一定是会拿到一些便宜 直觉的话 打结活白的还 如果白的不被反杀的话 感觉白的还可以 就相当于现在 其实我们看到 白的外面有两手棋 就如果是打结活的话 挤一个沾上 然后提掉的时候 但是其实也有问题 我正想说 他提完之后 这块起白的 这块不活 哦 也就是我去找这种结 你把我削了 对 你吃是痛快了 他把你 这断开 你不一定能活 对 我这个回家的路没了 里面有两个眼吗 反正至少 肉眼都没看不清 是的 白的压力巨大 那也就是说 只要不是要中间这些 这条龙的结 你都是不是结 对 那是怎么回事呢 哦 他实在是沾上啊 那沾上黑的沾就活了 黑的沾活了 沾是 这个团 这个团是先手 对 然后他活 那就放生了 黑的厉 那就活了吗 白黑的 什么意思 那就收关了 这就赢了 我能不能杀这块呢 邦老师 这块应该杀不到 他吃先手 哦 那两边对 对 已经是活形了吧 就是他只是说 会亏点木 你顶他就加 把这俩放了 顶他就顶 就吃先手 这块是活的 那这个勾吗 所以才说嘛 这个为什么 请问会看到 为什么大家 很多高手们会 选择先到后期 这个战术吗 因为很简单 简单 是的 而且简单好用 实用 简单实惠 他半战 哎呀 这么大一块 我们来判断一下 16 26 28 35 40 50 黑气的时空 大家来到50 白的逼完之后呢 还真不熟 这期 这边右边的收获 也挺大的 好像白的 没准还稍优 对白的先把这收了 不 对 他先这进个行吗 嗯 好像黑的白的 白的好像还行 转角之后下到这步就行 别走后手就行了 这好像都是 打僵 这是什么意思啊 黑的为什么还在这走啊 对啊 我也想说黑的是啥意思啊 哦 他就蒸了一鲜 他就这样 然后白的把这个断了 强针一鲜 嗯 那黑白的不要走这个呀 对不这个太大了 他先走这个嘛 对啊 这个就是猫走了嘛 是的 那强针一鲜是好钱 是的 那损失再大也没这步拆大 是啊 白的先把这拆了嘛 早知道那老张别走这就完了 嗯 因为你退也没用的 你退我就拆嘛 你还没这个大 对 我慢慢 是不是没注意 应该是没注意 以为是先手 嗯 这个应该说 呃弹销非常的鸡鸣啊 对 他不走就完了 就当关子收嘛 肯定能走掉了 对 主要是因为白鸡自身 由于有个猴 稍微带点薄味 对对对 他先逼嘛 好像刚才逼的话 正常是这么定型的 这条就这样啊 嗯 这么定型的话 好像我觉得白的还可以啊 等于说你要拆这个 我再来再走 你正常你要拆这个一的 我再来嘛 其实是一样的 对对对 这时候你就送不了了 对 我们给大家数一下 这块大概15亩左右 嗯 这个角 这个角是16嘛 25110加加16 31 然后这块大概是个 七八 八九木吧 然后这几你得做 然后1011 也就是说3142 就是45 然后加这块大概78亩几 也就是说 呃黑的时空大概55弱一点 我们来看白的 白的这里1618 401 22 2426 这块27已经接近30亩了 这块嗯 然后这里123 呃35亩总有 35亩总有 然后12345678 就是1112 那35亩总有加在11 才已经47 再加在56亩 其实白的也50出头了 如果鞋手挂牙 还在白的收收 白的已经赢了 就行了 小是满 嗯 对还可以啊 所以B好像 如果大白没那么简单 白黑的可能会这里 呃进行一些更强烈的一些冲击波 就是比如说 对利用这个 呃这个气景啊 可能要做文章 但是靠退是输了 嗯 但作为白起来说 肯定哎 不着急刮呀 刮这个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啊 朋友老师 他是不是会觉得 如果万一有这两个字死了呢 我先刮完 他肯定是想先刮到 对 安心 安心 但是呢 作为黑色角度呢 被你刮到不就 齐驱就结束了吗 他一定要想办法反抗的 就这个刮其实是有点风险的 斗智斗勇啊 可以的肯定不能让你刮到 刮到 就刚刚你说的嘛 这就都轻了 对 战斗的时候 对 那只能送一波 送一波强心送一波 强心送一波再拆过来 直觉试盘细起 还是白的还可以 是吗 感觉黑鸡走得很大局啊 不 内内的送了好多步 这里哈 看一下 感觉还是白的形式不错 就守一步吧 就守一步 哎呀 现在 但是优势很小 应该 就是还有一个下法是点 嗯 这个好像是常规下法啊 点完点 是 我讲啊 他是点了 这样 他就硬来了 嗯 好吧 直接点了贴 脑上比我阴朗多了 我还在 什么虚一下力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好像觉得 对 他这个什么 直接就来了 是的 看到我都笑了 这个 他也是 先首先声明一点 求我们 平时你们千万别吓他这个啊 嗯 他也就是利用自己 天上的这些铁壁啊 这些后事 对 就相当于他不需要 呃 跟你讲理了 直接硬来就行了 平时的话 这个下巴肯定是不行的啊 不管白的 黑的挡下来还是挺 白的都都很危险啊 就给大家看一看 这挡下来 黑白的也没近活 他也是就强行 那个结合 结合 结合 他那个黑的压力也很大 就说如果是呃 其实斑的话 平时这个爬过也不行 但是他现在可以 他反正中间那么厚 嗯 强行捞拨空 嗯 他是利的 可能那种利 利的话他靠过来 几回 呃 哎 他首先搬一个 嗯 吃 吃 嗯 再去 这个已经走不到了 请我们介绍 这个是一个陷阱啊 你吃的话 就三个甚至都不沾了 对 不大 这这这这这边被补了 所以说这个吃是一个陷阱 白的黑的不能不能接装 就先把这个回来 嗯 那就是收关了 这期 嗯 就打完 然后这样吧 嗯 这个是一个细棋局面 我的直觉是白的稍优 这种棋 白的暗幕比较多 但优势不大 暗幕多就是好收 嗯 但是优势应该 非常围络 我只能说经验啊 我没有没有数不过去 这个也数不清啊 哇这是什么呀 这样贴回来 他先圆了一下 对那个是先生 嗯 那黑的赶往里冲吗 不冲也得冲 不冲走哪了 是 不冲就是渡回去 冲被打了 那么肯定不能被打 对 所以他冲再冲 然后就转 又转一张 转换了 嗯 就你刚才 我发现你这个解读 其实完全 请我们看 祥宇这个深厚的功力 其实刮就是为了 两个有可能 对啊 就是会觉得 可能走不到嘛 以后万一 气掉的话 便宜都 先刮了再说 对 先装兜里 你这个解读太精准了 然后他 然后他他现在是什么 粘了一个 不粘可能被吃呗 呀那这个我不是 梁子还有跑的可能啊 他不跑了 他吃 他就有个拐 有个 就是 先手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这样 嗯 就是双方要收官了 那就是这个 从这个下法上来说 应该是 白的还行 白的判定自己行事 还是不错的 嗯 因为总体没有太大的 呃强行发力嘛 到底这样 对对对 总体还是一个攻击获利的状态 所以我我大胆的假 呃他这个跳也听到 对那其实他这个 当时团也是机制的 就团就是为了 对就是 为了呃死的时候 多占点瓶 就刚才你中心思想 你已经说完了 对就这两子 两个子就准备 准备放弃了 嗯 是的 做了针上 然后黑的 黑的走哪个 不如果这个其实这样啊 请问如果是呃 就是说白了 如果是你呃活了都不够 那就没办法了 嗯对 那就说明这个 就就就证明前面布局 亏损了 对这个是这样的 打吃 但从下法上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不够了 你看白的都在说嘛 其实这个也会 没准先搬一下 都都没没走 是 这个就得走一个吧 这里什么随便卡了一下 一路搬一下 这就要崩了 然后那个 嗯 还是要做 大飞 14 17 我给大家输入墨 好 我们来判断一下形式 不 你可以摆 嗯 我来判断一下 黑的大概47 78墨吧 现在啊 白7的话就狗住 打住吧 应该 嗯 先顶一下 他顶这个 这搂住 以后就顶一下 他没走 黑的走 那个 斩上 这个 白的43 黑的呢 黑的输了 这些 黑的小半 黑的贴不出墨 嗯 贴不出墨 嗯 输几墨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肯定输了 因为这些全是欠墨的 这是拔 这些全是暗墨 啊 这个跳 这些都是暗墨 这个其实也是欠墨的 就是黑的很难增长 这些卡 这不是黑 都是吊着的 这都是墨 对对对 这些卡 你不都得缩吗 是 全是要缩的 是 黑的已经没有掌墨的空间了 黑的没有掌墨的空间 但是白7 黑的不到 全盘不到50墨 那我们也把这个给它摆完吧 摆了至少46期目了 那就是攻击的一个完美的完胜了 这盘棋 对 那就是即便放你这块起火 但是照样优势 那就是说前面这个地方 黑的损失实力损太多了 就是朋友说的 从这逃出来 可能就注定了这个结局了 但是说实话 如果这样输掉的话 这个 说实话 我也觉得有点恐怕 这世界冠军水平有点太高了 就觉得没机会是吗 不是 就是也许你错个一两步 而且莫名其妙哪 紫销稍微低点就没了 人家都不吃你就输了 对的 你不觉得有点夸张了吗 而且甚至这个也没强 都让你都猜了 对对对 就觉得 然后你就输了 超越人类接受的极限了 超越人类说不上 反正超越我的认知的极限 就我觉得 跟这样一个队友下棋很没意思 对不起 我们全部写的 我会觉得很无趣 你知道吧 明白 就是人家下的跟你下的不是一种 不是一种棋 懂了 你还在这拼尽全力了 那个想到人家会不会 吃你 然后人家告诉你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是 应该是赢了 赢一点点 立了一下 立了一下之后立下 怎么也贴不出巴木了 盘面是黑的 好但好不出巴木 是的 来挡一个呗 对 冲 你看这些招嘛 这个是吧 对 那肯定就是安全运转的招嘛 打一个 为什么是打一个呢 它是绷结吗 没有啊 起掉的时候退了一个 那也没看出有啥便宜啊 对 关系不大吧 228 然后 它只有47 它接这个 它要接这个 对 接这个 它接完这个打一个顶 这样棺子能便宜一点 嗯 挤了一下 也就盘面差不多就行 推的最多好一点 这是一盘老姜 完美的发挥 完美的发挥 这就不够了 所以下到 真的是235 下到240手的时候 它就认输了 嗯 就简单的 攻击取个例啊 获个例啊 对 那这棋 只能说是前面的 这个子孝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特别是左上 左上是那里 就是 吃两个或者是 搬出来淘这两个 出现了一些子孝上的问题 嗯 好的 那么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240手的时候 谈笑九段认输了 有姜维杰中盘获胜 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嗯 再见